请收看 汇律法师 冯雪讲座 你不要 你也不必跟他说 人家对你误会也没有关系 你只要没有对不起人家就好 你也不要在意别人 你要先学习这一点 否则的话 这个世间阴亡的事情太多了 错误的事情 错觉的事情太多了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一个人去跟人家解释 我问你 你有即使啊 你有那么大的体力啊 你一个一个去跟人家解释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立场啊 我才不呢 我才不要这样做呢 那你要怎么想都没有关系 我发心总是善良的 我也不在意你怎么样 反正我不会做违背法律的事情啊 我既不杀人 我也不放火 也不掳人 也不勒索 也不贩卖枪支 也不吸食安非他命 那你奈我何呢 叫我去伤害任何个众生 我也不可能这样做啊 所以说假设在生活当中 生命啊 我告诉你啊 物会是难免的 在你的一生一世当中 那种嫌言嫌疑 那种误会批评 那是不可能避免的 你把这个当作是 人生的插曲 毕竟的过程 你就不觉得这个很可怕 本来就是很正常的 不过我希望说 如果你是个大修行人 我希望我们不要口无遮拦 你根本分不清这状况 就随便攻击对方 那这样很伤人家的至尊 不好 很伤害人家的至尊不好 很伤害人家的至尊